韓國大學的應受性 東國大的這一科是全韓國最TOP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面試的experience 它是zoom到這麼大 其實在韓國讀大學 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容易 會不會很排外 有沒有歧視 無形中也有一種競爭的心態 會好像莫名有一種隔膜 他們很流行 將朋友介紹來介紹去 看看有沒有可能可以拆出什麼火花 但是帥哥這件事呢 你好,我是Heejee 正如大家的標題所見到 以及我今天特意穿了我們學校的外套 就可以知道,沒錯 今天終於要來拍這個大家拼換了很久的韓國大學Q&A的影片 但是呢,其實有點嫌 讓我脫下衣服先 由我year one入學的時候開始 也有很多人陸續叫我拍類似這種Q&A的影片 但為什麼我一直都沒有拍到呢 就是因為在我讀完第一個成員之後 一直一直在online用zoom上課 就感覺好像沒有很真實地體驗不到韓國的U-live 所以就一直拖一邊拖 但是拖到今年第三年 都覺得有一點點心得 以及有一定的認識 就決定來拍這段影片了,終於 在開始之前呢 incase有些新的觀眾不知道 我就是讀韓杏地亞叫漢洋大學的media communication學科 其實在之前呢 我已經在IG上收集了一些大家對韓國大學的問題 整理在電話上 我就會一直看一直回答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 首先呢,就是關於入學方面的問題 大學入學的要求 好像有很多人都很好奇 到底韓國的大學看不看重DSE啊 或者是不是很難考啊 其實韓國的大學就不是很看重DSE的 就只要正正常常3322 基本上就過了一個最低的門 他們反而是看重高中的校內成績 以及面試多一點 另外,他們對外國人的留學生 都有一定的語言能力要求 大部分的大學都是要求 TOPIC 4級或者以上的成績 但是有些大學就是3級就OK的 這個部分就應該要大家去 你想讀那間大學的官網確認一下 除了學問這種最基本的語言要求之外 有些大學是要求你英語的能力有一定的水準 例如你要教IELTS或者TOEFL 這些可以證明你英文水平的考試成績 至於大學的入學程序 真的每一間大學的每一個學科都不同 通常第一回合都是網上申請 藉家申請表格 自我介紹書 讀書計劃書 存款證明 語言成績證明等等等等的文件 當你過完第一回合後 就會有面試的 首先就是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問你為什麼會選我們的學校 為什麼會選這個科 進來之後 你對未來有什麼展望 就是你預期會學到什麼知識 你覺得進來這個科 對你未來的出路 有什麼幫助等等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當時面試的經驗 其實我當時除了韓人大學之外 我另外還有一部東國大學的 Yongguk Yungha的學科 顧名思義就是 學一些戲劇方面 或者是演戲方面的學科 東國大的這一科 可以算是全韓國最top的一個演藝科 我當時就很幸運 那第一輪就有第二輪去選擇的機會 我很記得去之前 他特意有一個訊息 傳過來提醒你 就是不可以化妝 而且要穿全黑整色的衣服 選擇的場地 就是兩個練習室 所有人都一定要脫鞋 就是只穿對襪進去 整件事是超級赤裸 就是可以一眼就直接看到你的身高 你的素顏 一旦去到 在等待室內 他就會給10-15分鐘的時間 去read一份全韓文的script 我記得篇幅也不是很長 大概三四行 但難就是難 你要去到那個位的那個moment 才會知道內容是什麼 變成你是不能提前去準備的 過了15分鐘之後 他就會一個一個跟著我們的考生篇 叫他旁邊的房間 到那個房間 你就會看到4-5位教授 坐在面前一排 最另外衝擊的就是 他看到前面有一部相機拍著 同時會project上去 旁邊兩個超級大的螢幕 他就zoom到這麼大 是真的整個屏幕都只剩下頭 整件事是很有壓力 但也沒辦法 唯有硬著頭皮去開始 一開始就是自我介紹 其實不用說到很詳細的 就是我是什麼什麼的考生編號 然後叫什麼名字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就開始演戲 演完之後 除非是個教授對你有些很好奇的地方 他就會另外再追加一些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就完結了 我記得那時候是沒有被人問問題 誰知道最後就很苦惡地被我 最終合格了 只是差一個入學的程序 就可以讀這間大學 其實正常 如果不是演藝這方面的學科 應該interview 就不會限制你不可以化妝 或者要限制你穿什麼衣服 那就純粹大家可以當一個 參考 如果讀那間大學的語學堂 會不會容易一點去考到那間大學呢 嗯... 我覺得是有的 就正如剛剛所說 大部分的大學都要你考TOPIC的三或四級 但以我所知 有些大學 你在他所屬的語學堂 讀完四級的課程 就可以直接等於TOPIC的四級 通常都會收 所以我有一些朋友都是 他會特意去報 他想讀那間大學的語學堂 三月和九月入學的分別 韓國跟日本一樣 都是三月開學 三月開學之前 就會有OT和MT OT通常都只會搞一天 就是迎生會的感覺 就會有些前輩、助教、教授在場 會說一些 關於什麼REF科 一些學校的設施 例如申請Locker 比較荒謬一點的東西 而MT通常都是兩到三天 簡單來說就是在 Old Cam 去到分組 然後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做一個小小的Talent Show 有些人可能唱歌、跳舞、彈結他 純粹是一個Ice Breaking 然後讓大家更加互相了解的一個時間 那裡只是一個前菜 Main Dish of MT 就是喝酒 喝酒 玩酒遊戲 醉 然後繼續去這個場 除了很喜歡喝酒的人會去之外 為什麼其他人都會去呢 就是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時間 讓大家去認識完所有的年味 可以在開學之前已經建立了一個社交網站 而9月其實就是一個插班生的概念 就不會有任何OT、MT這些營生的活動 見到有全英文授課的課程 但是需不需要用學文教的課程 我想你們看了我考試那條Vlog 所以才會這樣問 只是剛好我上學期比較多用英文上的課程 所以就有一種錯覺 好像很多課程都是用英文上的課程 但其實不是的 用全學文教的課程當然有 而且比例也是佔多很多的 基本上所有的創工的課程都是用全韓文去教 而某一小部分的求音課程才是用英文教 要不要選大學的心得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思考 要不要選韓國 或者會擔心會不會因為一些語言不通的問題 而去影響學業、生活等等 我自己覺得一個最重要的點就是 有沒有一個非韓國不可的理由 老實地跟大家說 其實在韓國讀大學 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容易 因為香港是英國式的教授 你可以選擇性地上課程 我看到香港的朋友都經常遲到 走課程 只要你可以自己處理好那些課程 可以接受到 然後考試考得OK的話 都不會太直接影響到你的學位或GPA 但在韓國 它是跟美國式的 就很體重這個Attendance 很多的課程都是 如果你Attendance是不夠80%或90% 就會直接F了 而且它的功課量 其實跟你再一次中學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有些人想 韓國的大學很容易讀 可以很輕鬆地考到一個Degree 而想來韓國讀書的話 那我覺得 可能你要再想一下 但如果已經有一個很特定的範圍想讀 例如Fashion 或者演藝 來韓國升學的話 會是一個挺不錯的決定 我自己個人覺得 韓國在這一方面的發展機會 以及空間更加多 如果純粹想體驗一下韓國的生活的話 我覺得來Exchange 1-2成 會比較 可以更加沒有負擔地 體驗到韓國當地的生活 韓國大學的認受性 這一方面我一直以來都收到很多DM 留言 有人問我 老實地說 普遍來說 香港大學的認受性 是會比韓國大學高的 除非是Sky三大 但隨著越來越多不止Asian 連外國人都會來韓國留學的時候 我想它的認受性是有比以前越來越高的 接著就來到大學生活的方面 韓國大學獨有的特色 第一個就是 宿姐 第二個就是 Meeting 宿姐就是大學慶典 通常每個星期都會搞一次 會請一些Idle明星過來學校表演 學生就可以免費地入場去看 或者是去過漢人大 健大 慶禧的出席 最令我深刻就是Sky的表演 她是壓軸嘉賓地出場 雖然是接近尾聲 但是她一出場 已經是炒了整場的氣氛 表演到 11點 差不多12點才完 不停Encore Encore 真的好像在看一個Concert 然後我還見過沖沙 但是 她就能夠打破的 好 好 A N G SKY 好可怕 Rest Elfett 好漂亮 Jesse等等等等 可以說是我其中一件最喜歡韓國大學的東西 另外我相信有看韓劇的大家都聽過 在韓國他們很流行把朋友介紹來介紹去 讓大家互相認識 看看有沒有可能可以拆出什麼火花 聚會是差不多的概念 但只適用於大學中 通常是兩個不同的學生的人去見面 跟社交平均不同 社交平均多數是一對一 但聚會多數都是三對三、四對四 出去就是大家一起聊天、喝東西、玩遊戲 純粹就是認識一些新朋友 會不會很排外、有沒有歧視 會不會很難認識到真心朋友 以下我講話都是基於自己的個人經歷 我當時就是不知道 很理所當然的 覺得九月就是聖溫 所以就報了九月的學期 所以去到開學才知道原來我是拆翻生 那時候已經過了一個學期 就變成一個個圈子 大家一群一群的玩 再加上我本身的性格是比較怕生 所以要融入其實是更難的 但幸好的是 我當時也有識到一些主動來跟我說話的韓國人朋友 跟那群朋友一起的時候 都沒有受過什麼歧視 反而是因為有這個文化差異 大家都會對大家很好奇 他們會很新奇地覺得 為什麼你一個外國人可以說韓文說得那麼好 或者為什麼你會上來韓國讀書 那我跟他們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東西 或者一些關於香港文化的同時 他們又會告訴我 當地人才知道一些韓國的文化 是一個很正面的文化交流 而沒有一些很排外的氛圍在這裡 但是 有一個點就是 我自己個人的感受 可能是因為我們家學校 在韓國裡面來說 都算是比較top的名牌大學 我也理解他們是很辛苦 才可以考入大學 但可能就是因為 從小到大這個環境的影響 所以變成他們模型中都有一種競爭的心態 就是可能上課的記憶 考試的成績 這些他們都會比較 不會特別去講 所以每次接近考試季 或者deadline的時候 就會好像莫名有一種 隔膜這樣 雖然是這樣說的 但是不會因為他們對學業這件事很敏感 而就斷定他們是很不真心對別人 至於難不難去認識別人 或者難不難timpere去找別人 因為現在疫情的影響 沒有那些clubs和嫂的活動 是有比以往更加難 之後就是關於住宿和生活費的問題 大學會不會有宿舍提供呢? 大學生可以住哪裡? 不是全部的韓國大學都有宿舍提供的 但是我們學校呢 就有分本地學生和外國學生的宿舍 我就聽其中一個住學校宿舍的韓國人朋友說 真的除了床、書桌、椅子之外 可以說沒有其他東西提供 是沒有電磁爐、沒有微波爐 就是連一個小小的廚房都沒有 所以變成住宿舍的 通常就只有出去吃和叫外賣這兩個選擇 很多不是住宿舍的人 其實都會在學校附近自己租屋 通常最多人選擇的都是 One room 或者Office Tower 而生活費方面 我就可以分享一下我的定期支出 給大家做個參考 首先屋租是55萬W 再加5萬W的管理費 水電煤就是你花多少、給多少 那電話的Data費用 就是每個月36,300W 至於洗費方面 我覺得真的因人而異 首爾和香港的物價 我覺得真的差不多 除非你餐餐吃Kimba 每餐才有2000W 那就可能差別會很大 但如果你是有時候叫外賣 或者有時候出去和朋友吃的話 其實洗費真的應該和你在香港差不多 想知道平時生活費是怎麼會添過來韓國的呢? 那我一直以來用得最多的方法就是海外提款 就是家人把錢給我香港銀行的戶口裡面 然後我再在韓國的ATM那裡按出來 其實這個方法都ok的 就是每一次按錢 無論你按的金額是多少 他都會收25港幣的手續費 每一次按錢的上限就是100萬W 有時候如果是要交保證金或者學校學費的時候 就不只要按一次 有可能要按三四次 就變成一個手續費 其實都頗不划算 第二個方法就是 帶一大堆現金 然後去機場或者明洞東大門這些地方搶錢 大家都知道 機場的匯率是差到不能再差 東大門和明洞是好一點 但很多時候都要去到一定的金額 例如幾百萬 他才會用相對高一些的匯率去幫你換 所以其實我都不是經常在東大門和明洞那裡搶錢 第三個方法就是我最近一直在用的 一個叫Cashmallow的APP 這個APP主要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就是海外匯款 第二個就是外幣兌換 只要Login了之後 完成了本人的實名認證 和銀行帳戶的認證 就可以用這兩個功能 首先講一下海外匯款 是真的非常之適合 像我這樣的留學生 或者是長期居住在韓國的人 其實他的原理很簡單 就是利用你在香港的銀行戶口 過上Cashmallow的香港銀行戶口 然後confirm好之後 他就會直接把那筆錢 主要是你要求的韓國銀行戶口 這個功能實用的地方就是 他的匯款人和收款人 是不需要同一個人的 你的家人可以下載這個APP之後 就直接以這樣的方式去獲錢給你 每次的手續費都只是10元 至於外幣兌換的功能 就比較適合一些遊客 或者剛剛到韓國 沒有開這個韓國戶口 而有需要韓幣的一些人 外幣兌換的使用方法就更加簡單 就是利用在香港的銀行戶口 過上Cashmallow的香港銀行戶口 confirm了之後 就不需要任何的卡 也不需要韓國銀行的戶口 就可以直接在韓國的ATM 在韓國那裡按錢出來 這個APP裡面有超級詳盡圖文並茂的指示 所以就算你不懂韓文 也絕對不用擔心 而且按進去外幣兌換 到最底下有一個查詢提令地點的按鈕 按進去就可以一眼看完 附近有哪些便利店 是有可以用這個APP的ATM 以防大家不懂 我去便利店按錢的時候 又特意拍到給大家看 現在來到附近的便利店 先去看看ATM的圖案 然後按下去 再申請 就會有一個一次性的密碼 ポイント cash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然後就入30日 下一步就是入這個一次性的密碼 按確認 大家來韓國旅行的都知道 韓國是非常之多便利店的 走對步就是這一間 所以絕對比你特意出東大門 明東這些地方 更加快捷方便去搶錢 是不是真的有很多帥哥 他們大部分都會很懂打扮 在街上很少會看到T恤、波褲、拖鞋 就出街的人 但是帥哥這件事 就真的見仁見智 今天這次韓國大學Q&A的影片 就來到這裡 希望可以介入大家的疑問 喜歡這條影片就記得Like和Subscribe 如果有什麼想問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我知道的話 我都會盡量去介入大家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安安